来巴基斯坦我一直有一个问题 在大街上我经常能看到五颜六色的汽车 到底是谁画了这些汽车 而又为什么画它们 今天我就来到了这个 他们的源头 这个画汽车的一个工厂 现在看 这个是还没画准备要画的汽车 我身后这是画完的 而这儿是正在画的 哈喽 哈喽 我们的小帅哥正在画汽车 哎呀 卡出发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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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为什么在卡车画这些画 我们看大哥画得非常的仔细 这是天然的艺术家 天然的画家啊 一点都不带出格的 非常的老练啊 老司机 老司机上车了 哎呀太nice了 画得真棒 哎呦 多少钱 对我想知道他画这个 一辆卡车大概需要多少钱 一车就画这个 多少钱 有鸟 有鸟还有老虎啊 非常的漂亮 山水画 这是天然的这个艺术 行走的艺术这是 哦 这好多小铃铛 这铃铛干嘛用的 因为喜欢 喜欢声音 哦 装饰 之前在尼泊尔和印度都有见过类似的文化啊 都是这种车上做艺术的感觉 今天终于知道啊 他们这个艺术的源头 就源于这些小伙子和这些老人 希望这个车能变得更漂亮 能更好的去警示大家 因为我是大车 我们看啊 在这个这个车厂那儿 连卖甘蔗的小哥车上 已经都做了喷停啊 做了很多画 非常的漂亮这个小车 他这好多卖这个轮毂盘的啊 直接卖 已经画好了颜色 卖这个轮毂盘啊 不用画了 这个多少钱啊 哪个 这个轮毂盘 两个 两千卢比 两千卢比 哦 两千卢比两个 我看他这有好多 这种装饰盘 啊 还挂了小铃铛啊 挂了好多小铃铛 装饰盘很漂亮啊 卖非常多的这种装饰品 五颜六色的 哇 还有小飞机啊 这是这是放在卡车上的吗 哇 大飞机啊 这 大飞机 这是 这是 车 那边 哦 两边侧翼上 大飞机 小飞机 还有保健 哦 各种啊 这个就是那个卡车的 哦 你看他这个 哇 真漂亮啊 还有灯啊 哇 这是什么东西啊 这是 你是灯 哦 这个是放在鸡角上的那个位置 对对对 哇 装饰了还挺多啊 还有裙子 哇 什么东西都可以放进去 太棒了 太棒了 ok ok 下去就干化了 nice nice very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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nice 五颜六色的车头啊 非常的漂亮 一点不输美国的青年主 你们看他这个做的非常的精致 就像一个小梯子一样 哇 真是每一个东西都是像艺术品一样 每一个灯 它都是单独买单独装饰的 哇 就像组装一辆一辆的 像汽车一样 刚才这儿有一个大叔啊 叫住了我 问我是不是中国人 我说啊 对我是中国人 然后他说我们也经常会用中国的元素 来去装饰我们的卡车 现在给大家看看 你看他这个画啊 都是中国的花和中国的汽车啊 中国汽车的这个元素 哇 你看看 也是装饰的非常的漂亮啊 也会用中国的国旗和牡丹 他们说还会用中国的国旗来去装饰 中国的国旗 我看哪呢 这个红色代表中国国旗 红色代表中国国旗啊 我看那有的说 真是用了中国国旗啊 街上跑的我也看到很多的中国国旗 拜拜